厲害了我的八爪吸盤 比日本AV尼歐還會吸 吸的不要不要的 那麼這麼會吸 水瓶僵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幸好我一貼就中 那你如果放一顆雲苔會很好喬 那到底重量有多少呢 我們來看下面這是四分之一 這幾個位置讓你自由調整前後 以理論值來講這個是盡量往後 跟他的力距這邊越短越好 那越長他的 吃力 塞重了因為槓桿的關係這個 支力點會比較重一點點會吃的比較重 放後面會比較輕鬆會比較安全 那我們現在目前是放在這個位置 後面放變壓器用 然後再來就是八爪吸盤 我們利用一個鋼板 然後這邊是鋼門 鋼板吸在鋼門上面 哇這就很厲害了 好那我們現在要吃他的重量 要吃他的重量來看看他到底能夠扛多少的這個 磨難 能夠怎麼樣折磨 這個螺絲不會掉下來 我特別幫你做了一個 特別幫客人做一個特殊的一個規格 讓那個螺絲不會掉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 看看他多會吸 那麼他到底能吸到什麼程度 我們先 表歸零 表歸零 好 好那麼我們先上下的力量先來 靠北 好來 準備喔 誒 誒 挖不到洞 沖啥回 好來 來了 讓你們看一下 多會吸啊 8公斤 好過來 8公斤 派得到就過來 你再過來 可以嗎 這樣比較好嗎 他的力量高達8公斤 POSE 這個1公斤 那麼這個8公斤承重 平均我們的算法是這樣 1顆500公克 8顆就是4公斤 4公斤 但是因為這個力距的特殊 還有吸附性的特殊 所以產生的力量很大 他比垂直力還要大 他這個包括了附著 還有這個吸力 造成了很 很重的這個 承載能力 那如果能放這位置最好的 但是呢 先生這個 這個有兩種 如果你這是 這樣子放的話 正放的話 他的下角度 會有大概45度的範圍 都拍不到 那如果反過來用的時候呢 就把吸盤整個顛倒 倒掉 那麼 正下方的人都拍得到 所以角度如果要好的話 是要倒掉 好以上 厲害了我的吸盤 謝謝大家 謝謝